反服貌学运持续进行 不止学生遂立院马路 上千名警察维持秩序 同样也回不了家 日前有一名苗栗泰安竹南警分局 大商派出所副所长柯雄飞 连续多天值班并北上支援反服貌的 为安职情 还包括学生闯入行政院的镇压行动 28号上午一次过劳 突然脑干出血昏迷 昏迷指数3 医师研判情况不乐观 家属心急如焚 脸书上则写着 我的老公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叫我怎么办 我会等你 等到你清醒 我们的梦呢 我们的未来呢 一切都白费了 赶快给我醒 另外一方面也有许多网友回应 辛苦了加油 为熊哥祈祷 45岁的柯雄飞 是苗栗泰安乡的泰雅族人 任职仅值26年 这次为了学运 柯雄飞已经两度北上支援警务 完成第二次的支援行动之后 返回泰安眉原老家 频频喊泪 几乎倒头就睡 28号上午8点起床后 先是喊头痛 没过多久就突然倒地不起 家人也只能为他加油打气 希望病情能够好转 为了维持立法院附近的交通 以及维安 台北市警察局 每天动用签名警力来站岗 待命 甚至连其他县市的警员 也必须北上支援 不仅工作时间长 无法回家 警察眷属 29号3点也会在中正纪念堂 自由广场前集合 手持康乃馨步行到立法院 将康乃馨送给反服贸的学生 呼吁学生抗争赶快结束 让警察能够早日回家休息 记者综合报导